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接受今次手術的病人 他亮眼都幻想閉角形青光眼 而醫生便會先幫他的左眼 進行小量切除手術 所謂小量切除手術 其實我們會做一個人工的管道 由他的眼前方 把前方水引流到他的結膜 在下面的空間 希望利用這個方法 可以減少藥物和降低眼壓 長遠對視神經有一個保護 醫生首先會用絲線 固定病人的眼球 之後就會打開病人的結膜 首先開了一個傷口 在他的結膜 在畫面看到他的眼睛比較紅 比較腫 因為他是敏感的反應 只要不是痛 如果痛的話 讓你開口再加少許藥 然後醫生便會用棉條 吸收一些抗癌藥物 敷在眼球切口的位置 排水管道 其實就是等於一個傷口 任何傷口 正常健康的人的身體 都有機會埋口 我們現在用藥物的主要目的 希望他減少結膜和埋口的過程 減慢了他 希望他的傷口 可以維持暢通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就可以控制他的眼壓 可以控制得比較好一點 長時間來說 然後醫生便會在病人的拱膜 製造一道活門 可以被他這樣揭開 那道活門大概是拱膜一半的厚度 下一步便會在活門下面 幫病人製造一條排水管道 通往前方 然後我們做完排水管道 我們這個活門 會蓋住排水管道的出口 然後我們到時會連些針在活門 利用針線的鬆緊 就可以調教排水的速度 和排水的阻力 最後醫生便會測試一下 病人排水的情況 有時發覺我們加入排水的速度慢 可能我們要鬆一鬆線 又或者發覺快的那頭 可能我們要弄緊線 甚至再加多一針線都不足為奇 我們要調一調教它 如果效果理想 那就聯合之前打開了的結膜 手術便完成了 上一次看過的人工精體摘除手術 是適合同時有白內障的閉角形青光眼病人 沒有白內障的青光眼患者 又是否適合做呢 對於一批沒有白內障的閉角形青光眼患者 其實他們的中央視力是比較正常的 純粹是因為他們的精體 天生加上隨著年紀 慢慢變得厚了 而令到去水的角位收窄了 而引致到閉角形的青光眼 我們做過一些研究發現 無論是精體摘除手術 還是小糧切除手術 兩種手術都可以大幅降低眼壓 而減少這類病人對藥物的依賴 回到最後一節的治編男女 譚教授依然在我身邊講解一下 有關於青光眼的話題 當決定了小朋友有先天性的小儀青光眼 會有甚麼治療方法呢 通常第一步的治療 我們都會先嘗試用藥物 因為一般來說 大部分這些先天性的青光眼 其實只是用藥物 往往是不能夠控制到的眼壓 所以我們通常都需要幫他做一些手術 在治療小儀青光眼 其實手術和大人有些不同 在小儀青光眼一般最常做的手術 就叫做前防角的切開術 小朋友小時候就要接受手術 其實對家長和小朋友本身 都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 就像11歲的Bosco一樣 在過去幾年做過大大小小的 改善小儀青光眼的手術 對於他們一家人來說 每次的決定去做不同的手術 都是舉步為艱的 我們一起聽聽他的心路歷程 大約七歲左右 之後看醫生之後 醫生說我患了青光眼病 之後我就不知道這個病是甚麼來的 真的有點好奇 它的鏡頭是掉下來的 它是天生的 鏡頭是掉到後面的 不正常的 變成有機會 青光眼的機會是會多些 八歲的時候就夢茶茶 之後做了幾次手術 到你十歲 和你現在都看到一些光 不會像以前夢茶茶 看到這麼多 辛苦 都辛苦 右手邊 右手邊可以看到對面 因為這隻眼是差一點 這隻眼是好的 可以看到對面樓 最有印象是第一次 國外國教授說 幫我們放一條管進去 因為未試過去做手術 再加上那個手術 是因為真的一個搭管的手術 那一刻就是天堂地獄 做完出來 壓壓低了 腹疹也低了 但是 第二個星期 糟了 傷口賣不到 第三個星期也賣不到 然後又要做多一次手術 拿回一條管 那次就真的很辛苦 全家人都很辛苦 很久 接著就不斷的激光 就開始來了 來了四次 三次 四次 令到我的人都會覺得 又來了 好像 你不開心之餘 都是盲目了 你也是要做的 你沒有選擇 會是這樣 最近這兩次 眼壓又開始高了 所以 教授就特地 不如暑假 計劃 和Bosco再做多一次 之前那幾次 他不抗拒 但晚上會哭 躲在一個屁股上哭 這次的反應就大一點 就真的好像很低落 不開心 我想延遲幾個月才做 因為我想在暑假玩多一點 不想那麼快做 面對事實是應該做的 因為每次做完 不是那麼簡單 我太太 Bosco其實也很大壓力 有一點逃避 你說逃避也對 所以 理性是要做的 你如果跟我聊天 我就不想做的 因為我們下星期要去旅行 旅行回來之後 他就要做手術 是他不想的事 如果可以移動一點 大家的氣氛又會緩和一點 我想對大家的關係又會好一點 好 Bosco 講回你眼的情況 其實我們上次初步都談過 你的眼壓其實現在都控制不到 無論滴的藥水 吃的藥 差不多最強的那些 你用了 但你眼壓都還未曾控制得到 現在左眼那裏 維持著二十幾皮 今天就二十九三十 這樣不是一個安全的眼壓 左眼之前你擺過一條膠管 後來那個膠管 我們拆了之後 也幫你做過一些激光 激光你應該都做了四次 好像左邊 所以變成 目前來講 我們下一步有些什麼做 其實我就會建議 你做一個冷凍的手術 其實冷凍手術的原理 就是希望破壞了一點點 製造潛防水的組織 希望利用這樣的方法 來降低眼球的壓力 你自己怎樣的看法 我也會做個冷凍 不過我想像上次說聖誕假 其實他的意願 我也支持他的 想能不能再觀察三四個月 到聖誕假 真的要博取他 我跟他說了 都是泰教授說要做的 那就一定要做 你問我的意見 我就覺得值得早點做 如果你真的暫時不想做 其實我們唯有先觀察眼壓 有時面對手術那種複雜心情 真的不是我們旁人可以體會到的 譚教授 其實以Bosco的情況來講 相不相見 其實Bosco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 雖然我們都很鼓勵 小而青光眼的患者 是需要接受手術 因為視力對小朋友的成長都很緊要 但是其實他們要做出一個這樣的決定 都是不容易的 始終小朋友去到差不多年紀 我們都需要患者和他的家長都明白 如果遲了接受手術的話 其實是要承擔一定惡化的風險 但是與此同時 亦都要尊重患者的決定 因為治療對患者心理的影響 亦都非常之重要 上一節我們就講了不同程度的 青光眼患者需要的治療方案 都有些分別的 梁醫生 你剛才提過有一種的叫做激光治療 這個方法可以怎樣幫到患者 剛才所講的激光治療 我們又叫做選擇性激光小量形成術 英文簡稱叫做SLT 這一類型的激光 特別適合在開閣型的青光眼病人使用 它的好處就是它的安全性相當高 一般來說其實它可以降低大概兩成左右的眼壓 部分病人的效果可能更理想 可以達到降低眼壓50%的效果 透過選擇性激光小量成形術 患者可以避免藥物治療帶來的副作用 所以不少地方在這個方法來說 已經成為了治療青光眼的一線治療 現在就不如一齊看看性格治療的過程 這個病人就是一個開閣型青光眼的病人 其實他本身都用了好幾隻藥水 以及用了好多年 而這個病人就希望我們可以做完激光之後 可以減少他用藥的次數 從而讓他的眼睛舒服一點 在進行選擇性激光小量成形術之前 醫生需要先幫病人量度眼壓 掌握患者眼部的最新資料 其實做任何的青光眼的步驟 無論是激光也好 手術也好 我們都需要壓清楚病人的眼壓的水平是多少 然後我們才可以評估得到 無論是激光或手術之後的效果 然後醫生會轉用另一部儀器 再透過對焦鏡把病人的眼睛固定 接著就準備打入激光的步驟 現在梁醫生會先跟我們講一下 注射激光的整個過程 青光眼的患者 特別我們講的是眼壓高的患者 出現的情況就是一個小量的組織 不能夠很有效去把防水帶走到眼泛外面 所以我們這個激光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改善這個小量去排放防水的能力 透過對焦鏡 醫生會先找出病人眼睛中小量的位置 當我們透過對焦鏡找到小量的位置之後 我們就會將激光打在病人的小量的位置上面 整個過程大概一般我們講的是十分鐘 我們就會在小量的不同的位置 三百六十度的眼睛 來做一個激光的治療 完成打入低能量激光的步驟之後 整個歷時十分鐘的選擇性激光小量性認術 就完成了 我們電話旁邊就接通了黃太 黃太 你好 黃太 有什麼幫到你呢 我想問一下醫生 我兒子是先天性青光眼 自小就是青光眼的理晶 時力已經很差很差 但是現在就想他經常說眼睛很乾很熱 想看看有什麼辦法幫到他呢 是 其實很乾很激 很多時候都可能是因為他在用很多藥水 而藥水的防腐劑都會有一些可能令到眼乾的情況 剛才大家看到激光治療 很可能在他來說是一個好的選擇 好 多謝黃太 先電話 我們剛才說那個選擇性激光小量性認術 我知道這個手術之後 如果效果並不理想的話 是否要考慮做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手術 是 其實在病人做完選擇性激光小量性認術之後 就大概一至兩個月我們就可以評估激光的成效 當中部分病人可以維持低眼力的水平超過一年 這類型的病人其實就是反應比較理想 至於部分病人假如在半年至一年之後 眼壓又慢慢開始升高的時候 他們可以做第二次 甚至乎有些病人可以做第三次的 因為本身激光所釋放出來的能量是很低 不會其實對眼睛構成任何的損害 所以基本上來說 就不會受這個治療次數的限制 但是一般來說 病人其實做了三至四次之後 如果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的時候 我們知道就算再做都未必有很大改善空間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可以考慮其他治療方案 例如包括開刀手術 傳統的青光眼手術 都是以小量切除術為主 但是在近年 香港最新引入的微型導管引流手術 就令患者眼部的傷口更加細 大大加快他們日後復原的速度 不如現在就等梁醫生 跟我們詳細地講解一下 這種暫身手術的過程是怎樣 這個是一個62歲的女青光眼患者的病人 她是屬於一個開角型的青光眼 因為她本身都在用好幾隻的青光眼藥物 但是都不能夠將眼睛維持一個安全的水平 她的眼睛做手術之前 就大概是28到32度左右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和她安排一個微型導管引流手術 微型導管引流手術這種新技術 引入香港大約半年左右 而手術的形式 大致和傳統青光眼小量切除手術都差不多 但利用我手上這支這麼幼的導管 可以取代了以往用手術刀開傷口的步驟 大大簡化了手術的程序 你見到我們現在的螢光網 就見到有把剪刀 我們剛剛用剪刀剪開了一個傷口 我們見到一個黏膜 外面的結膜的傷口就揭開了 剪開了之後 第二個要做的傷口就是拱膜的傷口 我們現在用手術刀來製造一個叫拱膜反 因為本身我們外面的結膜是比較薄的 如果就這樣用結膜蓋住那個引流的導管的時候 就有機會導致一個導管外露 我們就會透過這個拱膜反 就遮住了這個導管 你見到我們就會用一支針來為那個引流的導管做一個預備口 然後大家看到那個微型的導管就剛剛放進去 那個之前我們預備的那個通道裡面 他就會將前方的防水透過這個導管慢慢流出來 完成放入導管引流的步驟之後 醫生就會用手術針線 分別將剛才拱膜和結膜的傷口縫合 防止防水引流的流量太過厲害 我們已經將結膜的傷口縫合上來了 最後我們就會透過一個試水的方法 這個片段的時候 你見到現在我們就在打心理鹽水 然後大家留意了下面這個結膜的地方 你見到微微拱起床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裡面是有水流出來 就透過這個引流 來達到控制好眼的效果 我們又跟觀眾聊聊天 電話旁邊有歐陽女士在這裡 歐陽女士早安 有甚麼幫助你 我患青光眼就十二、三年了 我患青光眼就十二、三年了 由頭頭第一 就是第一種 開始一路要增兩種 接著醫生就說和我做過激光 做了兩次的了 這樣都不行 一路就是增至五隻 要做開刀手術 兩隻都做了 初時那個眼壓都很正常的 似乎好像種種方法都不太行 梁醫生 你覺得有甚麼建議給歐陽女士 其實我們都會有小部分的病人 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可能做過激光 或者做過一些 我們叫做小量撤除傳統的青光眼開刀手術 都未必可以達到控制眼的效果 對於醫療型的病人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 就是用一個比較傳統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用透過一個導管 跟剛才大家所看到的導管就不同了 剛才的導管是微型導管 但是我們都是有一些比較大的導管 可以放入眼睛裡面 從而亦都是達到降低眼力效果 另外我們知道另外一種激光 都是可以幫到這位女士的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叫做破壞性的激光 這個破壞性的激光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比較高能量的激光 來破壞分泌防水的折瘡體 透過破壞這個折瘡體 來減少防水的分泌 從而達到降低眼力效果 是的 歐陽女士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破壞性激光手術 跟醫生商量一下 我們說回微型導管引流術 我想知道做完之後有沒有機會復發 復發之後你們會怎樣處理 是 其實在說復發的問題 就是我們相信有些病人 他的傷口 我們說是裡面眼球 拱目表面的傷口 是遇合得特別快的 在這類型的情況 如果他的遇合比較快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在一個 引流的地方出現結巴的情況 來令到引流的通道閉塞 這類型的病人 就可以有機會眼壓慢慢升高 類似這些情況 我們可以有不同處理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一個針刺的方法 透過一支針來在結膜下面 我們將剛才說結巴的地方 用針來解開 令到引流效果重新建立 但是有些病人 如果做完針刺手術之後 反應仍然不太理想 因為結巴的情況很嚴重 在這類型的病人 我們就可能要考慮 開一個新的做口 或者放一個新的道館 來改善引流的情況